走过币流痕迹 这是股市当中最常应用到的筹码的讯号 会直接刚刚的那一张的图表 真的 微胜股价达到现在 可是早就有人先知道了 对啊 而且我们看它的K线图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K线图 最近的这段时间 你要不要上来画一下 2388的微胜 对 因为我们看到它K线的话 你就发现说 这档股票来讲 它最近的话你看 它其实成交量一直都没有很多 都1000多张而已 其实都没有很多 那今天就是跌停锁市 就更小就不用锁了 但是它前面的量其实也没很大 可是它最近有一次大量是在这里 有没有 你看它有一次是比较大的量 大概都有三四千张左右 冲到23块6 对 然后你知道那天这样 冲到23块6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筹码 每次大家如果发现 你手上股票是报大量的时候 你就要去看一下它的筹码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有时候的话就是有些不好的 就是在做坏事 它就会怎样 偷偷要陷害你或干嘛的 对 你看 这两天我们回到刚才字卡上面 字卡上的话就是这三天 它报大量的时候 就是这个期间 三四千张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的话 就近期唯一有走到三千张以上量的时候 就这几天 然后筹码非常集中 卖出的筹码很集中 那特定的券商就卖了一千张 对 那你知道它其实平常没有这么大的量 它也不好卖 可是就这几天里面卖超第一名就很明显 很明显的大量 统一彰化 对 所以的话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是在彰化 对 因为的话其实来讲 中南部有一些 它有一些是比较是 类似一些土材主 他们有一些比较就是说 主力 对 有一些那种色彩的在里面 对 所以它应该已经知道 就是说后面东西不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 它已经算过了 刚刚讲过嘛 第二季财报 那个时候大家看到 镜子已经五块多了 那五块多的话再算一算说 发现第三季可能会打到全额角度 可能会破五块 破五块就会入全额啊 所以就趁着它一有亮出来的时候 就马上把它倒出来 所以你看它那个时候的 第一那天就是这样 那天就很特定的券商在卖 然后你再从那天 一直看到现在的话 其实除了统一彰化之外 后来就有一些人都陆陆续续买 陆陆续续都在卖 而且这里面你看外资 外资也是 对 因为外资也是 它很容易会先知道一些东西 对 所以外资也是在中间里面 陆续调节 微色的话它现在已经16块6 那它以前的话就是600多块的股票 然后它是减资在减资 它一直在减资 所以它以前的时候 你知道它减两次资 第一次的时候它减六成 你十张股票的时候剩下十张 你本来有十张微盛的人 它减一次 四张变四张 四张以后再减 它又减五成 四张变两张 对 然后变两张以后16块6 所以这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 有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有时候它如果产业上面 它的那个优势不在的时候 大家有时候还是 该换股还是要换一换 如果产业优势不在 对 一直在减资 公司的发展未来就是存疑的 对不对 就是它没有新的东西 因为当时它是因为跟Intel 那个时候打的时候 它对抗Intel 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它有希望 结果后来它跟Intel互打官司 打到最后的时候业绩一直下来 一直下来之后就一直没有新东西 那没有新东西的话 它现在有说我要做什么电磁看板 什么之类的 但那个量都非常非常小 所以其实大家有时候 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还是筹码比较异常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辉智姐 你刚刚的那个威慎 他有查到那些券商 因为在列个表格 发现中南部有一些券商 包括了富邦 南屯 这个是在电脑什么样的软体资料查得到 其实你一般在券商的 就是说一般的比方说 一般网站上其实也可以看得到 网路软体都可以看得到 对 网路软体可以看得到 那你一般如果说你有在看 就是说像我们如果你看券商的进出表的话 大概都可以看得到 其实我们电脑里面的XQ 有一种软体XQ 这个加时也可以看得到 今天加时 这是今天的威慎 主力进出的明细 麻烦大家来看一下 这边是买钞 然后这边是 卖钞 就卖的 因为今天打敌停板 卖最多的是 第一金 永丰金证券 群役富邦康和 还有大众 元大 宝来 土银 日盛 星光 战券 这样其实是看得到的 对 那这个买进的这边 从这边抓是抓得到 其实这个是没有那么细的 我刚才慧慈姐那个比较细项的 它这个因为这个是 有分点的 这是XQ里面的 XQ 对 它其实很多系统它有分 就是说它这个是属于券商 各券商的分类 那其实它下面还有指项目 你还可以再点进去 它有指项目就是分点里面的 就是不同券商分点 所以就再拆开 所以它有两层 这个证交所都会提供这样的资讯 OK 都会有 都可以看 但是它是当天的 所以如果你要累积一段时间 就是自己要去用Excel表 收集相关的资料 每天做功课 对 把它累积起来 那不然就是可能要用像节目这种 比较专业的XQ这种东西 你才有办法有这种资讯 好 跟大家分享 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就是每天做功课 这个辛苦耕耘总是希望会有收获的 掌握到了警示股 今天就帮您追到这儿了 接下来呢 其实这件事情也怪怪的 苹果的iPhone 6 不是全世界叫好叫做吗 抢着买 为什么美国圣诞节的买器当中 说iPhone 6是个坏精灵 怎么讲呢 魏良 对 就是因为iPhone 6太叫做了 那么因为这一支是史上最销售的 单一智慧型机种 那美国的分析师就预期了 这一次大家在热购抢购iPhone 6的时候 这个同一时间可能排挤掉 这个原本传统的耶诞节 其他产品的热销状况 所以他说呢 iPhone 6是抢走服饰业 耶诞节买器的坏精灵 但是坏精灵到底有多坏 我们来看看 从数据来说话 如果说这个以美国碰到 这个耶诞节的旺季的时候 因为这就是要过年了 大家传统就是买新衣 或吃大餐 请客 请朋友 那平均每个人大概购物的预算 照过去的经验 大概在804块美金 可是这一次为了买iPhone 6 甚至是iPhone 6的Plus 那一支平均就要288块美金 那这个就占了你的总预算 36% 将近四成 而且这个金额其实还是 我觉得是稍微低估了 因为它是用两年的榜约价来算的 如果你买到64G 128G 而且是空机 那当然就更不止这个价钱了 那因为你这个一个手机就占了 你总预算将近四成左右 这时候当然了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 随心所预算 以前可能过耶诞节的时候 一定要吃大餐嘛 本来对 吃大餐可能吃三餐便吃两餐 化妆品本来买三组便买一组 衣服买十件便两件 对 所以就要请朋友 以前可能过去就是大家欢聚 到餐厅牛排馆吃大餐 现在不是变成在家里自己开个火 DIY 对 买些东西回来自己加热烹饪一下 所以说其实从美国这个 耶诞的一个旺季零售销售中央来看 整体的金额还是反应景气是往上的 所以iPhone 6造成了美国的耶诞买器 资金排挤对不对 是排挤 整体来看今年美国的耶诞销售 还是可以成长4.1%到6,170亿美元 可是这里面分析就提到了 有一些像服装业这个部分 它是比较看坏前景 我举一档他提到个股叫MicroCourse 这一档美国股票有上市 它的股票代表是KORS 我们把它打出来看 那KORS这一档股票 它就是所谓的一个美国精品服饰 也就是说它一套像这个女性上班族的套装 基本上都是万元折合台币 万元起跳的 股价很明显的就是下跌 空头走势 业绩受到影响了 可是如果讲到庶民经济 我刚才说耶诞捷现在不请客了 或来家里聚餐简单吃个便饭 那最容易造成买器就是大卖场 我们看Walmart WMT打出来一看 股价创下新高了 这个部分它就在反映 最近其实业绩是往上 开始去做的攀高 美国的Walmart就有点像我们的 什么加勒服啦 全联这种大卖场 零售 而且就是强调便宜化的大卖场 那另外像这个服装 其实也不是所有服饰业不好 就像刚才瑞涵讲的 买少一点 或者说买便宜一点 而我们看像这个专门做牛仔服饰 全美最大的VF 我们一样把它打出来看 股价也是创下历史新高 那股价这一波 最主要就是开始受惠在耶诞的买器 所以其实强弱之间 很明显的就是因为 美国人他现在在缩减支出 那我觉得在我们台湾 也看到一样类似的情况 像我们公司 以前有一个助理妹妹 常常在办这个团购 每个月都要摇喝大家 好几次这个团购 最近就是大家想到奇怪了 最近好像我们公司 已经有两三个月 都没有这个团购活动 问他为什么 是最近太满还怎么样 原来是因为他说 因为他省吃兼用 就是去买一支iPhone 6 Plus 所以他自己不买了 那当然他就不会去发动 这个团购活动 团购大概500块1000块了不得 然后那个i6要2万2 3万块 一支就2万多块了 所以他大概停半年了 不能团购 对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一定会产生 这个很明显的效应 因为毕竟一支手机 你想想看 你天天拿着在用的 那你说服装 其实你少一套 感觉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认为其实 这个部分来讲话 真的也证明说 iPhone 6这款手机 在全球消费者 甚至投资人心中 真的很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就是说 回到国内的 苹果供应链的股票来看 为什么这一波不涨 那我觉得当然就是 跟国内现阶段 量能比较萎缩有关 即使第三季财报 都端出好成绩单了 有一些它不涨就还是不涨 那如果现阶段操作 平概股 我觉得你还是要 跟着法人走 才能找到花朵 去寻找有量能 有基本面买盘的 像比如说 今天外资还在买 2354的红准 最近机壳 也是我们刚才前面 第一个阶段提到 量能其实是有在增加的 它的成交比重是在放大 那包含今天外资 回过头去买 低档的可乘 那另外像这一波 4938的合索 一直都在涨 那是我们股票来讲的话 短期时间还是有人气 应该是可以去做一个 短线至少区间的操作 我讲到了苹果派 供应链 我就想到 因为苹果实在赚很大 所以跟它合作的供应链 有的时候 那个获利空间 毛利率 盈利率 都会被压缩 那人家市场上 就称呼这叫做 血汗工厂 只有血汗工厂 只有在美国相关 合作厂商吗 不是的 讲一个数字 台湾 所有的劳工 员工 工作时间 职场 全世界排名第三高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这份资料是 劳委为OECO所统计出来的 这个2012年主要国家的一整年工作的几小时 台湾在这有吗 2141个小时 仅次于新加坡 2402个小时 墨西哥 2226个小时 我们比韩国 日本 美国 还要来的辛苦 工作工作 工作再工作 只为了赚钱 请问一下博姐 因为今天我们做这个消息 是劳动部在明年要扩大调查 我们的这个劳工工作辛苦的情况 血汗工厂或企业的情形 对不对 对没有错 我想这个大家都看到 这个目前 大家基本工时是什么 两个礼拜 184个小时 对不对 那结果呢 出来一年主要工时 2141个小时 如果你去用84两周 对不对 这样乘一乘的话 好像时间有超过一点 有超过 对好像是有超过 那我有帮大家算了一下 如果我们是用平均一年 是220个工作天来算的话 就是我们年限 220个工作天 大概一天是工作 9.7个小时 所以稍微是有 有一点点超过 因为平均来讲 大概一天是8个小时 所以这样来说的话 当然这个劳工部这里 他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台湾这边血汗企业 好像有一点多的感觉 你看最近这几年 根据这个苹果日报 这边有做一个统计 他说什么 台湾去年啊 违法 总共违法的企业 有930家 他违法的项目 有1859项 也就是说平均一家企业 他会违法两项 在这个 大家认为 他可能是血汗企业的 这个状况 那到今年来讲 哇 加速暴增 跑到1390家 这个大概成长了三成多 大概快四成左右 那你看违法的项目 也是几乎增加一倍以上 快要3000项了 对没有说 也就是说一家平均 多违法一项 对对 就是每一家可能 大概违法到 这个三项左右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 我想当然 劳动部他就准备 要扩大机查了嘛 他原本一年机查多少 原本一年是机查 1.8万家 就他说他明年 要增加到325个机查员 所以他可以查到4万家 4万家 对可以查到4万家 那我想 其实这样来说啦 对于劳工来讲 当然是好事 对不对 如果说你今天 这个企业 对你有一些 这个比较违法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想是可以做查出来 那我们再往下看 对什么叫血汉工厂 就是血汉两个字的定义 我想其实大家都知道 大家讲这个劳工阶级 或是说这个寿星阶级 有分所谓蓝领跟白领的部分 那比较简单的 这个白领 不是说我今天穿领子 是白的就是白领 应该是说 你做的工作 是稍微比较静态的 比较像坐在办公桌的 对你比较不需要出去 付出这种很大的劳动力 或是工作环境 比较恶劣的 这个应该算是 比较白领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蓝领可能就是 你在工厂 或是在工地 做工艺 对比较类似这一种的 那就是蓝领 那当然大家知道说 一般来讲 可能蓝领 大家过去认为 蓝领的待遇好像比较差 那可能白领 就是吃好做均口 也吃冷气 对不对 现在其实不一定 现在蓝领 有的做土木工的 那个薪水还蛮高的 对没有错 这个 配一个月有六万到八万 因为那个算是专业技术人员 那另外我们再往下看 你会发现 这一次劳动部他就锁定了 应该是说锁定两个很大的领域 一个叫做服务业 一个叫做知识密集产业 那所谓知识密集产业 你会发现到 新闻媒体记者 再来 资讯科技研发人员 金融理财人员 那我刚才看完这个 我突然想到 那难道这个是一个血汗节目吗 为什么 因为里面刚好包含了 新闻媒体工作人员 跟金融理财人员 当然不是啦 我想这是开开玩笑 其实去年有一个案例 他不是记者 但是他是这个 所谓白领阶级 这个老板呢 半夜十点 传了一个WhatsApp 跟他说 你隔天我要什么资料 要准备好 我知道那个是女生 公关人员 对不对 没有错 对那 传了一个这个以后呢 就造成他 过劳死了嘛 对不对 就是等于是在这个 晚上十点还要加班 那他是长时间累积的 因为现在通讯软体 太发达了嘛 对不对 可能晚上 我老板 带我说 你这个明天 什么股票的资料 要帮我找好 哇 那你是晚上就要加班 你会找吗 你会找吗 我假装没看到啊 以读不回 就是这样来的啊 通常大家都会做啦 对不对 对啦 其实大家看到他会做啦 那但是我觉得 现在劳动部 他就是要针对这个 大家就有争论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检查项目里面 你看包含什么 工时过长 我刚才讲的 现在通讯软体 这个到底算不算加班 根据去年的一项调查 这个有一个很知名的人力 这个资源公司调查 70%的企业认为 用LINE 叫你做东西 这个不算加班 那我就觉得这个 后来劳动部就有讲嘛 这个就算是加班的行为嘛 对 那因为刚才我们讲到 那个案例是 第一个判决 对 那个是违法的 因为他就是收到 那个APP讯息通知嘛 他就开始一直工作 对 没有错 所以那个东西 已经被认定是违法 所以之后 他也算造福后面的人啦 那再来的话 很多是没有给加班费嘛 这个有些公司可能规定啊 你工作 比如说你四点半 五点下班就对 可是你要过了六点半 七点以后才能算加班 那中间那一段呢 为什么不算加班 对 有些公司他就会用这些东西 不过提到这个 我也要补充一下 我觉得媒体啊 包括金融从业人员 像你们也要做研究 报告这些 固定的上下班 好像不太可能做得到 其实如果说能够有固定说 几点到几点打卡上班 这还算福利 因为你超时 大企业一定就要什么 报加班 有加班费 可是我举一个 因为我以前在外商银行工作过 那外商银行 其实他就讲责任制 责任制是美其名 就是一种福利 好像说感觉上 是可以比较自由自在的 你弹性公使啊 你只要把任务完成 可是事实上他就是呢 因为外商要求 这个绩效很高 他不断地加重你的工作 不断加重你的责任 那我就曾经碰过一个 40出头 40岁出头的一个 年轻的主管 但他已经坐到 很高层的位置 那时候因为要 募集新的产品 全省各分行巡回演讲 讲完之后 来到我们分行 讲完那一场 据说刚坐进行车 要赶下一场的时候 当场在进行车上就休克了 就送医急救之后 因为心血管疾病就不治 当天就离开了 太累了 所以真的是这样子 那他其实他大概半年多前 就知道自己有一些问题 但是忙到抽不出时间 去做一个定期的一个健康检查 这一次劳动部 刚刚画面上我看到 因为他明年扩大 波及有说 大概有4万多家的企业 会被调查 不管是办公桌的 白领的 或做港岸 这些的蓝领的 没有被妥劳工出勤记录 非因天灾等事件 要求员工立假日出勤 再下一张 这些都会有罚还的 假日要求员工出勤 没有给加班费 工资 或拒绝规避劳减 要求怀孕的女员工 夜间工作 这些都算是了 对 刚才瑞涵讲到第一张 我们往上一页看 你会发现 最常有问题是什么 工时过长是一个 再来为被妥劳工出勤记录 这也是一个 因为这个东西 常常就是发生问题 比如说刚才讲到 过劳时的这个问题 结果一去检查 没有 没有记录 他没有来打卡 因为我们责任制 所以才会发生到 最后说要强制规定 所以我们赶快进广告 这时候电视机前的您 一定会想说 那我会不会太累了 我也责任制 因为我的兴趣 就做没关系 做一点点 您会不会有过劳的迹象呢 我们有八大项目 自我检查 想知道 回来之后看仔细 血汗工厂 其实大家都会抱怨 为什么 鸿海郭台铭董事长说 血汗工厂 为什么不行呢 golf with your friend 谢谢大家